男人被折磨的满脸是血 却依旧扬起他高傲的头颅 大声歌唱着草原骑兵歌 歌词中振翅高飞的熊鹰 飞不出一望无几的草原 就如同他嘹嘹的歌声 无法穿透狭小的审讯室 当防毒面具被戴在男人的脸上 这一根小小的胶皮管 就成为连接生与死之间的唯一通道 执法者只需小手一握 就会给男人打来恐怖的窒息感 没有人能经受住这种折磨 很快执法者就得到他想要的全部信息 看到这一幕 你会认为这样的手段太过残忍 不过在1938年的苏联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此时的苏联处于大恐怖时期 在苏联领导斯大林的指挥下 一场政治镇压运动 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那艘象征着红色的齐白铃飞艇 在飞越城市上空时 人们看到的不是和平和希望 反而是由血腥杀戮打造出来的政治机器 它就像防毒面具一般 被无情地套在所有人民的脸上 窒息和怀疑成为当下的主旋律 每个人都被禁锢在 剥削和迫害搭建的牢笼之中 为了能更好地进行镇压运动 领导专门建立了一个执法系统 当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弱小的人 成为执法者时 那么他的下场只有一个 幸亏我们的男主沃尔克不是 他明白什么是随波逐流 他也清楚既来之则安之 强大的权力 让他能够轻易给一个无辜的人 套上莫须有的罪名 也可以拿起手中名为惩戒的手枪 将面前冥顽不灵的罪犯当众处决 当他在木板上 能对一个犯人言行逼供时 或许在他的内心 早已和魔鬼牵下了卖身器 这天 他一如既往地来到办公室 同事的死给了沃尔克极大的震撼 他想极力镇静下来 却发现无济于事 而好友费家的言语安慰 却更让沃尔克心乱如麻 作为执法者 就如同草原上的狼一样 即便是披上羊皮 也无法遮盖狼身上独有的气味 正是因为这点 才让沃尔克和费家这一类人 再也无法回到平民生活当中去 这时 沃尔克看着手里的执法档案 里面密密麻麻写满受害者的名字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拥有不同的肤色和人种 但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被打上叛国或者间谍的身份 沃尔克不解 曾经问过领导 为什么他们在面对审讯时 嘴里都会说自己是无辜的 而领导则表示 你是一个聪明人 里面的道理一想而知 因为这些犯人的确都是无辜的 成立这个执法部门的目的 并不是审讯真正的间谍或者叛徒 而是要抓捕那些潜在的不可靠分子 有的本地人因为犯罪被判入狱 他的家人可能心怀怨恨 就此成为不可靠分子 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移民 他们都不热爱自己国家 更不用说会真心实意去建设苏联 所以这些移民也是不可靠分子 目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堪 万一战争全面打响 很难保证这些不可靠分子 在下一秒不会变成间谍和叛国贼 与其等待他们变坏 不如直接主动出击 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贸然杀人一定会引起公愤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 在审判之前都需要给犯罪者安排一个刑刑的理由 即便是他们在严刑拷打之下 承认的莫须有罪名也无妨 当然 这也会导致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 执法者的手上会沾染 无辜人民的鲜血 不知道是因为良心发泄 还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 沃尔克决定要和这个极端的政府对着干 他不想继续生活在这个 由暴力和谎言编制的社会中 沃尔克没有归还执法档案 而是将其藏在楼道的家层内 不久后 档案失踪的消息很快传遍执法部门 他们立刻锁定嫌犯沃尔克 在这一瞬间 沃尔克变成了被前同事追捕的猎物 既然选择这条不归路 沃尔克决定一门心思走到黑 与此同时 政府高层派出羁押小组专员瓦里尔 前去捉拿沃尔克 尽管他的身体有些不适 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 瓦里尔先来到沃尔克家中 经过一番搜寻 找到沃尔克和费家的合照 接着通过询问楼下的业主 得知对方和一个名叫齐卡的女人来往密切 既然确定了搜寻目标 瓦里尔也开始进行他最擅长的审问工作 首当其冲的是费家 你可以说他是自食其果 干着有为人道的事情 最终接受这一报应 也可以说他没有勇气 不敢像沃尔克一样起身反抗 但我想说 他的内心早已被扭曲的社会体系 和残暴的政治手段杀死了 费家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提供错误情报 为沃尔克争取更多的时间 当瓦里尔发现情报有误 准备继续审问费家时 这才发现 不知何时 他已经被送上通往监狱的卡车 而那里没有有期徒刑 只有死刑 瓦里尔知道 再追已经来不及了 齐卡很是仗义 他先让沃尔克换一身衣服 然后又通过人脉关系 找到郊外的小屋 一切准备妥当 两人准备进行最后的温存 善良的齐卡不知道社会的险恶 以为让沃尔克接受法律审判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殊不知 他告密这一行为 差点害死沃尔克 冰冷的夜晚 几名流浪汉在抱团取暖 跳动的火焰 能够点亮眼前的一切 却也可以遮蔽阴影下的邪恶 正如突然出现的预警 他们将这些可怜的流浪汉 拉去干无偿苦力 其中就包括倒霉的沃尔克 他被推上了一辆大巴 后排密密麻麻全是尸体 夜晚成为掩盖罪恶最好的面具 这场极端的政治肃清运动 究竟给社会留下了什么 是这一片片湿山血海 还是一座座万人枯肿 沃尔克不想去考虑 他只知道 尸体坑内埋着他最好的朋友 埋着那只曾经在苏联红场 振翅翱翔的熊鹰 人死不能复生 沃尔克望着面前的土壤 有些出神 下一刻 土壤变得松动起来 紧接着从中爬出 灰土土脸的费家 他仿佛是地狱降临的恶鬼 对着沃尔克 说出自己的不幸 在生前 他遭受了严刑拷打 最终被逼 签下认罪文件 和所谓的不可靠分子葬在一起 这些人死后无法登上天堂 只能饱受炼狱的折磨 费家如此 沃尔克亦是如此 这些作为实施极端政策的刽子手 死后都会坠入地狱 遭受永恒的折磨 他的痛楚不亚于开膛破度 如果想登上天堂 那就需要在死之前进行忏悔 哪怕是得到一个人的谅解 费家走后 沃尔克才反应过来 这一切那么虚假 却又如此真切 费家的话如同一束阳光 洒在沃尔克的心中 也将他的痛苦和迷茫一扫而光 世界上到底是否有天堂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种信仰的力量 能够不断地驱使着沃尔克 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他再一次返回那个熟悉的办公地点 带走藏在楼道夹层中的执法档案 这次行动无疑是冒险的 在数倍与几敌人的包围之下 他被瓦利尔堵在一个楼梯间内 正当他以为自己插尺难逃时 瓦利尔救急复发 这是上天给予沃尔克逃跑的机会 他拼命穿梭在人群之中 最终逃到一栋废墟大楼内 这才得以摆脱执法员的追捕 至此 沃尔克找到档案内的第一个目标人物 这是一个女医生 天天和尸体打交道 他的父亲被判投毒罪 入狱服刑 上周四 他还亲手给对方送过保暖的衣物 沃尔克犹豫片刻 告诉女医生真相 他的父亲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被枪毙了 如果说谎言的粉饰 能带给女医生生活的向往 那么这张揭露真相的档案 直接将她的期待全部粉碎 女医生的父亲是位研究病毒的专家 他想通过调查病毒 来减免大型传染病的侵害 然而 这种说辞在执法员的耳中 却变成了投毒 瑜伽之罪何患无词 执法员在言行逼供下 让专家签署了认罪协议 沃尔克怀有一丝期望 他希望知道真相的女医生 能给予其谅解 结果却是等来对方的一句脏话 瓦利尔在为档案失窃忙的焦头烂额 他不清楚对方拿档案的目的 但通过排除法 可以确认丢失档案里受害者的信息 执法员们结合手头已有情报 在地图上标出98个可疑地址 瓦利尔带人挨个排查 最终找到女医生的住处 诚实是医生良好的品格 无论是谁 他总会说出事情发展的真相 如果一个披着政府外衣的人 到处向被误杀的受害者家属道歉 那么这种行为一定是间谍所为 它不仅能影响政府的声誉 还可以理解人民群众和政府的关系 所以瓦利尔顺水推舟 直接给沃尔克扣上间谍的帽子 顺便再将那份记录真相档案带走 女医生对瓦利尔的话无条件相信 甚至还乐意为她查看完几 女医生是可悲的 真相摆在面前 她依旧选择了自欺欺人 那么其他人的想法 是否也和女医生一样呢 沃尔克找到下一位受害者家属 她的丈夫是一位德国移民 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 一辈子兢兢业业 却突然被扣上反革命政治罪名 以德国间谍的身份惨遭枪毙 她和其他不可靠分子的经历一样 都是在经受巨大的压力下被迫认罪 沃尔克将记录真相的档案 递到家属手里 并祈求得到对方的谅解 这位受害者家属早已麻木 想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生存并不容易 但是想要继续苟活下去 就需要抛弃对已故之人的留恋 她如同身陷底泥中的鲁鱼 有时候可以用手拉住她 若一旦松手 鲁鱼又会滑进土里 这层污浊的底泥 既是她生存的养料 又成为束缚的淋雨 没有被生活逼得到处逃跑 也不存在所谓的憎恶和怨恨 所以对于没有过错的沃尔克 又怎能谈得上原谅儿子 沃尔克没有接受对方的咖啡 转身找到第三位受害者的家属 他是一名退休党员 只生活在巴掌纳的空间里 每天的生活就是写写画画 党员的孩子 因为参加秘密学生恐怖组织 被判处死刑 党员还未等沃尔克说完 便打断对方 自己根本没有儿子 他早在很久之前 就和儿子断绝负责关系 如果条件允许 他希望自己是杀死儿子的行刑者 沃尔克擦了一把脸 表示对方是受到言行逼供 不得已才选择认罪复法 换言之 他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学生 根本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党员依旧不信 他强调 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机构 无辜之人不会被枪决 自己儿子已经认罪 就足够说明 他的身份是不干净的 看着沃尔克一脸无奈的样子 党员露出满脸笑容 原来他经历过四次党内大清洗 第一时间就把沃尔克的行为 当成是组织对自己的考验 或许 这位老者是一位合格的党员 但一定不是名合格的父亲 他宁愿相信组织里 判给孩子莫虚偶的罪名 也不愿给予亲生骨肉 来自家人最充分的信任 在看到沃尔克掏出 有关儿子的档案以后 党员再也忍受不住 四十多年的悲痛 如今得以沉冤昭雪 他拉着沃尔克 嘴里不断喊着 亲爱的同志 你以为平民不会原谅沃尔克 而党员就会吗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未免太过天真 沃尔克很显然就吃了天真的亏 党员明面上向沃尔克表达谢意 实则悄悄地拿出电话机 暗中偷袭 将对方砸晕 接着给组织打去举报电话 昏迷中 沃尔克的思绪 回到了那个枪杀犯人的下午 这个眼眶深邃 一脸严肃的男人 被执法者们亲切地称为米莎叔叔 如果说刨丁解牛是 对一个专业人员最崇高的赞美 那么无痛杀人就是对米莎叔叔精准行刑的肯定 现在是白天 巨大的拖拉机轰鸣声 成为掩盖枪声最好的噪音 米莎让犯人站好 接着从下向上45度角 对准犯人的后脑勺 这样能够保证子弹 轻而一举穿过软组织 破坏对方的大脑 而且没有伤痛 一枪毙命 每一枪下去 犯人喷出的陷血 会一层层覆盖在黑褐色的铁板上 宛如露出一副猙獰的面孔 费家很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拿枪的手不免有些抽筋 米莎叔叔无奈直接抱起对方 让枪口对准犯人后脑勺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 费家的表情扭曲在一起 你不知道 他是因为第一次杀人感到害怕 还是高兴自己能得到组织上的认可 这种矛盾的表情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囚犯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刑场 相比于费家丰富的面部表情 沃尔克就像一个无情的杀戮机器 思绪回到现在 沃尔克没想到自己会有马师前提的一天 但他精准洞察人心的能力 在这一刻发挥大作用 试问哪有一个父亲会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沃尔克想起他在杀死党员儿子时 对方曾留下几句遗言 党员富耳倾听 被对方一记头锤打晕过去 沃尔克是不是杀死党员儿子的刽子手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手上一定沾满其他无辜人民的鲜血 比如下一刻 他就不小心枪支走火 打上一个帮他松绑的群众 如果地狱使者看到这一张 一定会给他办了一张通往地狱的ETC 这样就可以让他快人一步先到地狱 此时 瓦利尔带人赶到现场 他以为自己这次智赛必得 没想到又来晚一步 气得他疾病加重 甚至都能咳出鲜血 他没想到 旁边屋子里蹲着一个孩童 瓦利尔嘴角带血 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导演拍出这一幕 究竟是想暗示什么呢 到底是想阻止人民 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政治体制 提出质疑 还是不想让知道真相的百姓 扒掉最后那一层遮羞布呢 瓦利尔擦拭干净 再次以精神饱满的态度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说服一个执迷不误的人 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道歉 是几乎不可能的 瓦尔克想将星星之火 烧尽瓦利尔的心田 但对方的铁石心肠 根本不吃这一套 为祖国服务这至高无上的信念 就成为他人生路上的指名灯 瓦尔克这招放火的计谋没完好 反而差点引火烧身 身旁有轨电车的声音 已经暴露他的位置 幸亏瓦利尔的司机是个新手 要不然 仅凭瓦尔克的两条腿 恐怕好不过对方的四个轮子 通往救赎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 瓦尔克找到下一位受害者家属 他是一名男工人 看样子 两人还是多年未见的好伙伴 他们用独特的撞头仪式 来表达彼此之间的感情 看这种情况 瓦尔克应该很容易得到 对方的谅解吧 一口福德加成为步入主题的第一步 受害者是男工人的妻子 说来搞笑的是 他竟因为一个嘲笑警察局的冷笑话 而被指控为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最后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瓦尔克知道 这种不可靠分子入狱的下场 都离不开一个死字 男工人看着对方递来的档案 脸上的表情非常精彩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爱人会死在好伙伴的手中 截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对这个世界失望的透顶 如同洪水冲破堤坝那一刻 他将所有情绪转化为 这射大力尘的一拳 事后 男工人冷静下来 表示再喝一瓶酒 他就会原谅瓦尔克 当瓦尔克用枪 从一个门卫大姐身上拿到酒以后 男工人早已选择则杀 带着不甘和愤恨 离开了这个人世 灰暗的天空中 飞过一艘红色飞艇 上面刺眼的1938 似乎在让人们铭记 当下这个至暗时刻 沃尔克在为救赎感到迷茫 接连碰壁的他 不知要如何去做 才能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 放弃不是一个信徒的选择 沃尔克追逐赎罪的脚步 从未因此徘徊不前 他翻山越岭 来到一个小村庄 院子内只有一个孩子 在烧着父亲的遗物 小孩子表示 他不能叫爸爸 而是要称之为敌人 小孩非常聪明 能够清楚记得 苏联内每个国家的首都 由此可见 他的内心深处 也一定铭记着父亲死亡的那一刻 小孩天真无邪的目光 让沃尔克不敢直视 他只能拿出记录真相的档案 交到孩子的手上 并告诉对方 你的父亲不是敌人 是被特殊对待后才认罪的 小孩子天真无邪的眼中 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险恶 他不明白什么是特别对待 小孩子只清楚 在西班牙战争期间 纳粹对他的父亲严心拷打 那个时候 父亲什么都没说 反而现在却招了 难道他们折磨他比纳粹还要厉害吗 孩童的话语阵笼发聩 一字一句铁锤一般 敲打在沃尔克的心头 人们都说同言无忌 但往往 这不就是当下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吗 沃尔克看着天边的太阳 心想那里就是天堂所在 只要到达那个地方 或许就能得到救赎 但是 在太阳俯瞰之下 皆是一片风霜狼藉 这也预示着救赎之路上 充满了艰难险阻 他需要加快忏悔的脚步 可当他来到下一家时 发现这里竟贴着风条 原来 瓦利尔被领导督促警告 只留下一天的时间 他不断逼迫自己 在逆境中激发斗志 或许疾病已经让他的大脑陷入 当机模式 但这种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感觉 让他似乎抓到一次翻盘的机会 他立刻给上级打了一个电话 安排所有人手 将沃尔克需要忏悔的对象 全部抓到橘子里来 瓦利尔的计谋不可谓不高 一招釜底抽薪 将沃尔克逼得走投无路 他如同孤魂野鬼一般 游荡在寒冷的街头 每每有路人经过 他们会询问对方家里 是否有人民的敌人 往往这行为 都会被对方视为精神弊 他担心自己的救赎之路 就此中断 随即紧紧护住身下的执法档案 沃尔克抬头看向 在寒冷夜晚 散发出微弱光亮的窗户 鼓起勇气向他们询问 是否存在人民敌人的家属 然而回应他的 除了熄灭的灯光 就是彻骨的黑暗 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 它能驱散黑暗 却照不亮 笼罩人民心头的阴霾 沃尔克估计的背影 吸引一个流浪汉的注意 他知道在阁楼的顶层 有对方想见的人 这是一个身体雷弱的老夫 他的女儿被执法者逮捕 自此之后 老夫天天遭受其他人的白眼 最终在阁楼里躲了一个月 流浪汉把沃尔克带到阁楼门前 便不再继续前进 用他的话来说 自己就是一个懦夫 不敢和敌人有牵扯 沃尔克推开阁楼的门 这里遭乱不堪 散发出阵阵恶臭 这位受苦临循的老人 不吃不喝一个月 宛如雕塑一般 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等待死亡的降临 似乎是感受到沃尔克的善意 老夫颤抖着抬起臂膀 轻轻地抚摸着沃尔克 枯瘦的肉体再也无法支撑 纯净的灵魂 在这一刻 他也完成对沃尔克的灵魂洗礼 费家的鬼魂再次出现 他向沃尔克表示祝福 并恭喜他进入天堂 伴随着飞舞的乌鸦 费家消失在他的眼前 这是沃尔克第一次露出笑容 因为他得到一位家属的原谅 死后可以成功进入天堂 突然 楼下传来瓦利尔的声音 那名胆小的流浪汉竟然告密 纵然沃尔克跑得再快 冰冷的子弹 还是击穿他的大腿 在前有追兵 偷有堵截的情况下 沃尔克根本无路可逃 他缓缓起身 夕阳的余光 洒在身上 颇有一番神圣的气质 在光与暗的交错间 他成为堪比神明的巨人 金色的神像俯瞰列宁格勒 他们没有带来神的福祉 而是把混乱和恐怖带到人间 沃尔克用死亡 谱写出一首壮烈之歌 只有理想主义者 才能听懂其悲壮的旋律 他唤醒了 藏在瓦利尔内心的两知 为敌人打开一扇 通往自由的大门 沃尔克的离开 绝对不是这场悲剧的终点 而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片名叫 《沃尔克诺哥夫上尉逃亡记》 片名很长 相比较逃亡两字 我更想用救赎 这是开年初 我看过作为震撼的影片 它有一种俄罗斯独特的味道 温柔的暴力 失忆的残忍 让人看得不可自拔 尤其是当红色飞顶头下的阴影 将《烈宁格勒》笼罩起来 每个人都被困在其中 想要逃亡出去 实处不易 而且这种题材相当敏感 在国内是根本拍不出 这样类型的影片 不过我个人认为 有个地方不太和谐 那就是在一个 极权控制下的现实主义 竟然有鬼魂的出现 这让剧情和画面之间 出现很大的割裂感 尽管剧情内或多或少有些毛鞭 但遮盖不住本片的优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欢迎点赞 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